今天我又来给同行插屁股了 这是一块群联主控的硬盘 他说这一块硬盘之前还是可以勉强识别到的 只是速度会相对慢一点 他觉得这个速度还是太慢了 对于这一块一T大容量的硬盘来说实在是没有劲 于是他就直接把主控给干了 主控被干过以后就彻底不识别了 这个主板跟电阻为什么也要涂红啊 有部分群联的主控焊盘底下是有胶水的 焊接过程中可能会爆锡 但是今天这个是没有浇水的 先看一下这个盘的电流没有多少吧 电流看着是没有短路的 硬盘上机直接识别出20兆 我这里都没有短接 来看一下这个ID能不能读出来 颗粒ID全部都没有啊 我发现最近到我手上的二球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主控会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被R1炮 正常情况下要么就是主控直接坏了 要么就是固件的问题 如果不是纪念或者重摔 主控虚悍的问题还是比较少见的 竟然它是因为被物干主控导致无法识别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主控拆下来重植一遍看看 像之前如果还能读数据 只是比较慢的情况下 99%都不管主控的事情 就像家里面的水龙头出水速度可能比较慢 就算你给它换一个特大号的消防栓上去 那出水的效率也是一样的 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其实这一个主控的球刚拆下来的时候还是挺工整的 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要给它重植一遍 这个主控重植完以后 它的ID已经可以全部识别出来了 证明之前速度慢并不是因为这个主控原因导致的 现在我把这个短阶去掉了 重新上机看看 现在直接上机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我看了一下 目前的电流是一直卡在0.165左右 它是一个典型的调固件电流 之前读取速度慢 它本来就是一个危重病人了 结果就直接给它来了个痛快 调固件只能重建一下翻译器看看吧 但是我对这一次并没有什么信心 再来看一块凯霞的硬盘 最近我是收到了不少这种RC20型号的盘 这一块应该还是二修的 因为这边有焊接过的痕迹 固件版本是ECFA17开头的 几乎都是青泥色调固件 这一代是换成了BIS5制程的颗粒 那要怎么判断它是属于哪一种制程的颗粒呢 第一种方式是直接看固件版本 第二种方式就是直接看颗粒 我们先把这个贴纸给它轻轻撕开 如果从颗粒上看的话这个是2T25 如果上面标有1T25或者2T25 这个25就是代表BIS5颗粒 23代表BIS3 24代表BIS4 123456 倒数第六位开始算 这一块盘掉固件的症状就是上机以后 这个主控会发烫 就是比平常工作的时候还要烫 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有多少度 现在已经是66度了 还在不断的上升 估计可以到70啊 我这边有一个固件正常 为同款主控的群联公版硬盘 咱们来对比一下这个温度有什么区别 因为这一个主控它是有一层铝皮封装的 所以我直接给它贴了一个胶带 让红外反射回去 正常的话是50度左右的 RC20这一个型号在旧版还是挺稳的 就是采用BIS3或者BIS4颗粒的那两款 对应的固件版本一般是ECFA12或者是15开头 之前也有不少同行问我是不是这个主控挂了 实际上并不是啊 因为我修了这么多盘 正常主控坏掉的概率实在是太低了 这种雕固件的盘判断方式非常的简单 因为它旁边有两个孔 不过这个孔被黑胶给堵住了 我们可以拿这一块来做一下试验 如果它短阶出现了一个两兆的分区 那就跟主控没啥关系了 短阶上机直接识别出一个两兆的未初始划分区 所以这种情况我就不考虑干主控了 毕竟这一块主板以及这个主控底下全部都是这种黑胶 不要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那调固件要怎么恢复里面的资料呢 非常简单啊 我们直接用PC3000给它创建一下翻译器就可以了 其实这一个主控用的就是群联5012的马甲 目前我是没有短阶的 直接找到群联这个主控进到5012的程序里面 可以看到硬盘的型号以及序列号出来了 直接上机是显示一个零兆容量的 典型的翻译器故障 因为它是固件挂了嘛 而且这个型号显示正常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给它创建一下翻译器 直接确认就行了 随后我们等待这一个进度走完 RC20的这一块盘我已经给它轻松滤掉了 效果看起来还可以 目前也没有出现报错 里面的数据是有的 因为这一块盘用的是翻译器路线 所以它的最快速度一般不会超过5兆每秒 只能慢慢等了 而另一块SATA的盘 它就没有这么走运了 数据翻译器都见不了 我刚才已经重复尝试好几遍了 这就是正常损坏与非正常损坏的区别 RC20的这一块盘就像年轻的小伙 身强力壮 可以夜夜不休 而另一块SATA就像上了年纪一样 得重新考虑养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